台面的怒吼 劳工的怒吼 为什么 看看最基层的劳工到底怎么天天过日子呢 今天就在游行行列当中 有劳工朋友吐露说 全家五口就靠爸爸 领得一万八千多元基本工资过生活 扣掉房租 吃住等等所有开销 每个人每天的餐费只有区区42块 这样的家庭不止一个 很多东西不是我们想要 想要去做多 他就能够给我们那么多的量去做 往往我们工作了12个小时 才赚那个四五百块 天空下着雨 陈先生带着妻子儿女走上街头 今年42岁从事电脑维修业的他 要养一家五口领的却是最低工资 一万八千七百八十元 家中连冷气都不敢装 电费每个月还是要四百多块 再加上学费 瓦斯 网络 第四台 还有房租 每个月仅剩六千三 要喂养五张嘴 换算下来每人每天餐费 只剩四十二元 这样学校有营养午餐嘛 那他们吃剩下来的那些 也不是说厨余啦 就是说他们吃剩下来的东西 因为当日还算是新鲜 那老师也是很帮忙我们 无法向其他家长让孩子补习 陈爸爸愤怒地丢出手中的鸡蛋 小朋友也跟着又养学养 那今天为什么来这边吗 什么鸡蛋 可以 也许小小的脑袋还不懂 爸爸其实也是想替他们 争一个更好的未来 和其他孩子一样公平的起跑点 但鸡蛋丢了 怒气消了吗 不会耶 这个只是发现一下 心里面的气而已 但是后续的动作 还是要征服他们自己要想办法 他们的声音 马总统 您听见了吗 一定是林玉姐 有没有台北策务的